我們看看中三的溫習工作旨意 我們看看幾條是非題 先看看第一題 第一題是說當我們混合紅光、藍光和黃光的時候 就會得到白光 這一句是錯的 它錯的原因是 因為光學三原色應該是紅、藍、綠 這裡是非理的 所以這一句句子錯了 錯就錯了在黃色那裡 參考答案不好意思 第一次錯了 第二句就是當用白光嘗試去照耀 當嘗試用白光去照下一個藍色的花瓶 這個藍色的花瓶說明是藍色 所以它只是反射藍光是正確的 而它是會吸收紅、藍、綠裡面 它吸收了紅和綠都是正確的 一個藍色的花瓶 一個藍色的花瓶 當紅光、綠光、藍光 這三樣東西合起來就叫白光 那如果它只是反射藍光 而吸收了另外那兩樣的時候 那對眼看上去 覺得它看上去是藍色 不是正確的 所以第二句也是正確 那第三句呢 就是如果用一個 這個Syanite的意思呢 是藍光加綠光的意思 就是把藍光和綠光加起來 去射到一個樹葉那裡 它就會看上去藍色 那因為呢 這裡假設了 樹葉是綠色的 那如果樹葉是綠色的時候 那這個藍綠光是有藍光和綠光的成分 那它只會反射綠光的 因為綠色的物件只會反射綠光 而它就會吸收藍光 那所以看上去是藍色就錯了 看上去是綠色才是對的 所以應該改回這個綠色就對了 所以第三句呢 都是錯的 那所以就一二三呢 就只是適合第二句而已 好了 接著這裡就是主要關於三元色的 接著四五六呢 是關於這個七個電磁波排隊的問題的 那七個電磁波排隊的問題呢 就是radio wave 是最側邊 那它波長最長 接著是microwave 接著是紅外線 接著是可見光 接著是紫外線 接著是x射線 接著是gamma wave 那你能夠記住的當然是最好 但萬一你記不住 其實你最實際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你由可見光的中間開始 可見光的比較長波長那邊 其實就是紅光 即是說這個位置就是紅光 而這個位置就是紫光 於是我們伸展出去的方法就是 紫色光以外的就叫紫外 再高些頻率的就叫x wave 再高些頻率的就叫gamma wave 那你只需要記三個就可以了 接著同一個原理 紅色光 再低些頻率的就叫infrared 再低些頻率的就叫microwave 再低些頻率的就叫radio wave 那所以在這個表裏面 請同學就記住 這裡 這樣用這個方向 這樣移過去 其實就是這個頻率的頻率越來越高 當你有了這個結構 差不多就大部分題目都可以回答到 接著就每一隻的em wave 就記兩個形容 那我們看看吧 第一句 第四句 The wave length of ultraviolet 是shorter than wild light light 同學 那個焦點在這裡 ultraviolet在這裡 wild light light在這裡 那剛才說過 越右手邊的就是 越high frequency 那所以 如果 就是 越high frequency 就是越短的wave length 所以這個wave length 是短過這個 這個 是正常的 所以這一句 是正確 這個是正確 好 接著 第二句 就是 可見 visible light 的frequency 是高過microwave 好了 Visible light在這裡 microwave在這裡 所以其實在越右手邊 就是越高frequency 所以前半句是對的 但是短過X-ray 這個Visible light 是短的X-ray 那整個排隊就是 這個 這個 high frequency 這個 這個high frequency 的這個 整句的第五句 就是這樣的 所以這句也是正確的 好了 接著第六句 infrared can be seen by neck eye 就是說眼睛可以見到 紅外線是錯 畫明紅外線 人的眼睛只能夠見到 visible light 的 spectrum 包括紅光 涂到紫光 所以這兩個 我們就 四和五是正確 第六就是錯 好了 接著10和11 就是因為印刷上 有些問題 以及10和11 本身有些困難的 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當光 由一個 medium 去另外一個 它的速度就會改變 以及 direction of transmission 就會改變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這句的表達 都是正確的 例如 如果這邊是air 下面是玻璃 或者是water 下面是water 下面是water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那個light wave 進了air和water的medium的時候 那個的medium這裡 是會縮小了 這個角度 是會縮小了 但是呢 是有一個情況 不是這樣的 就是說 如果你的前進方向 和這裡是90度 那是會直去 那你會問 這個 1號這條線 1號這條線 那麼呢 傳送方向 就有change 是不是 那個speed 1號這個 那個speed 又是有change 是不是 1號線 1號線很明顯 但是 2號線就不是這樣的 2號光線 我是說的 這一條 2號光線呢 我們看一看 它那個的 direction 是沒有轉過的 因爲它是 那個 是零度 但是呢 因爲它由空氣入玻璃 就會change 所以 這個情況 這一句說話 當光線由一個medium 去另一個medium speed change 是必定的 但是 direction 是有一個情況下 是不change 所以 這句說話 是錯 當 pheta 等於零的時候 那個eng of incident 等於零的時候 這句說話是錯 所以我都要 當這句說話 第十句是錯的 那麼 第十一句呢 第十一句 第十一句 就是光 from air at零的incident 就是這條線 即是2號線 那麼 speed of light 就會 decrease 玻璃去空氣 不是decrease 是increase 這句錯了 是increase 才對 空氣是走得 和 真空是最快的 but direction unchanged 後面那句沒問題 但是 speed 是錯了 即是說 玻璃去空氣 應該是speed increase 所以十一句都是錯了